剩下来的话就是L 应该懂我的那个逻辑吧 这个地方呢 之所以会用正列 因为它的好处 就是你不需要说这边还要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放什么 放Sales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用正列的话 你这边呢 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J 这一列 应该也是可以改成非正列的写法 那可以再想想看 OK 那输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最后的这个结果了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什么 风险严重性 这一个部分呢 如果我要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那种 就是函数式的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呢 我需要什么 给一个范围 就是我选了这个范围 丢给他 他告诉我最后的结果 那这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风险严重性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一题 可能比较难的还是在他的那个逻辑上面怎么样 把它做一个转变 改成非正列的 这边我也一样在云端上面 一样for I for J 然后比对 比对的话就是 第三列的第四五六七 一样都是四五六七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 照着这个上面看 四五六七 四五六七 但如果你四五六七 你的叙述 假如你一般习惯这样 如果你用四五六七 其实还好 不过我建议 你可以改成这样子 D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1 这样的话呢 两种写法都可以 可是 感觉上 这种 用英文数字 可阅读性比较高 尤其是你那个蓝数 比较多的时候 像刚刚有看到什么 20 20的 20你要算 ABCDE 20你可能还不知道 到底算到哪一个去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用 这种写法 比较直觉 OK 两种方法 给各位参考 非正列的写法 正列跟非正列 OK 好 那 做完这个部分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思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 你的老板 他说 嗯 我不太习惯用这种 我还是习惯用的Excel Excel里面有没有个函数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了 怎么办 自己写嘛 可是问题怎么自己写 对不对 才是问题的重点 那自己怎么样定义出来 我刚刚讲的 这个是 风险严重性函数 按个确定 对不对 然后给他一个范围 给他一个范围 他帮你把结果丢过来 OK 有点像互动性的 这个应该不陌生 所以怎么办呢 第一个 先插入一个函数 对不对 然后那个叫方选 然后名称的话叫做 风险严重性 底线函数好了 这个我自己取的 你如果觉得太长 你可以自己改 再来的话呢 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一个 引述 就是在小瓜糊 里面放一个什么 叫做风险 严重性 加一个范围 所谓的范围 就是请你选一个范围给我 当然你也可以给四个格子 如果我觉得那四个格子 这样让人家选 好像也有点麻烦 你要点四次 太麻烦了 一次范围 OK 但是呢 你丢给他了 他怎么结 应该还有印象吗 接的话呢 我会用一个所谓的A 这个A 这个变数去接什么 把这个 丢给他 丢给A 那A怎么表示 这个储存格呢 这是第一列 这是第一栏 所以瓜糊 1 豆点 1 对不对 这个怎么表示呢 A A 瓜糊 1 1 1 2 2 2 对不对 一直类推嘛 这样不就OK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以后呢 你就 抓到了 再丢给那个A 那A呢 就有 1234了 那你就借由这种方式 再把它比对一下 比对的结果 再丢回给谁呢 给这个自己函数 这个函数呢 会再把结果 丢回到这边来 结果就OK了 这个是一个流程图 用理解的 不要死背 如果你以后 可以很流畅的把这些流程都做完 你程式都写完了 OK 不过 感觉用讲的比较快 OK 怎么写呢 对不对 不过以后 你初期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死背 你就拿我写过的范本 类似的范本放旁边 修改一下 改久了你应该慢慢就会有一些心得了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要怎么写出来 首先的话呢 我们一样 在这底下 插入一个什么 这个 Function 记得是插入一个Function 所以你插入一个程序的时候 记得选择叫Function 名称给它 按确定 所以会有个风险严重性函数 那次面